媒體報導指證柯文哲 十八日晚間七點多 抵達醫院探望癌症 癌症末的父親 不僅向父親抱怨被羈押的處境 及對民進黨的不滿 甚至脫口說 截下不共戴天之仇 所以這個人 講這句話 我聽不懂什麼意思 亮俊 人家跟你們截下了 不共戴天之仇了 我覺得柯文哲講這個話 當然他現在 當然這是媒體報導 到底他有沒有講這個話 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從民眾黨 包含民眾黨立委黃國昌 從柯文哲被羈押 一直到現在 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現在 不管是在號召群眾 或者是在媒體上面講話 其實都是八分情緒 然後有兩分證據而已 甚至證據還一直被大家講說 這立刻又被抓包 這個證據有誤 所以看出來說 現在民眾黨真正是沒補了 所以你說柯文哲 他現在這個一直在講 包含這個柯文哲的妹妹 柯美蘭 還講說他要找民進黨算帳 然後他發誓 他保證絕對跟民進黨 一定要把這個總帳算清楚 我覺得這都是很 怎麼講 就是完全都是情緒化的事情 因為回到司法上面來看 真的在金華城的案件裡面 可以看到真的只有審訊市民 可以拿到這麼多的容積獎勵 其他的臺北市民 根本沒有辦法 連一瓶換一瓶都拿不到 憑什麼金華城 可以拿到一瓶換市民 所以亮君 我再請教一件事 對 柯文哲常常說 他是228的受難者 他的阿公是被國民黨 說他難以叫國民黨害死的 228被國民黨砍掉了 類似 類似殺死啦 當然沒有殺死後來回去病死 但是說是國民黨害的 他有沒有講過一句說 我跟國民黨不共戴天之仇 國民黨害死了你的父親 他有沒有講過這句話 國民黨擬擬擬擺那多人 柯文哲說他家的人也是被國民黨殺死的 請問他有沒有講過 不共戴天之仇 而且當然柯文哲 柯文哲的轉變非常大 大家都知道 而且我覺得還是回到說 你如果要去講柯文哲過去 他一直講說他是228受難者家屬 而問題是說在當時 大家第一個 到底是不是受難者家屬 這個大家就有很多不同種的說法 那如果真的是的話 那問題是當時在國民黨的極權政權底下 當時很多是沒有證據的事情 去把人家強壓 可是問題是柯文哲 現在這個案子 檢察官正在調查的過程當中 甚至我們議會裡面 這些調查小組 我們所看到的公文 柯文哲的這些蓋章 都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這沒有任何栽贓他 或誣蔑他或 誣賴他或冤枉他 所以要問題見識 柯文哲的確有跟企業拿錢嗎 有啊 有嘛 如果你的確有跟企業拿錢 然後檢察官偵辦你 你怪到民進黨說 這叫做不共戴天之仇 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我覺得這也起來很奇怪